我请赖清德出来说明 我也做立委 我选了三届 我从来没有做利益的官收 你当立委去官收药品 你当副总统 你的房子要国安人员 违法去帮你看 然后四年花了七千万 你当了总统还得了吗 你当了总统要怎么办 我觉得你比阿扁还不如 赖清德常常讲 说赵好康将来什么 功高正足等等一堆 赖清德 你宪法也贴过 宪法副总统就是备位 备位要怎么振主 好既然副总统 也没什么事情可干 我在这边也郑重宣布 我们当选以后 未来四年副总统的薪水 我一毛不要 福利也统统不要 仁爱路那个副总统的官邸 因为吕秀琳让副总统的时候 请我去过还蛮大的 地点还不错 我也不住 我要把它拿出来做青年住宅 我看里面大概可以勉强几个 十几二十个人 不过如果按照赖清德这样 违建盖起来 他院子很大 起码可以容纳一百个青年 通通免费 水电费我出 1月13号TVBS新闻网 开票特别报道 Facebook YouTube同步直播 下午三点一切准备就绪 下午四点最及时准确的开票 下午六点大局底定 带给您现场第一手观察 晚上八点政治新局 美中台关系带给你最顺务的关系 一月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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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定TVBS新闻网 下午三点最后 感谢观看